当时,约书亚召了吕汴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 这些日子以来,你们总没有瞥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且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应当守的。 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享受平安。 现在,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做产业的地上去吧。 只是,要切切地谨慎遵循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 爱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 尽心尽兴兴,侍奉他。 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去,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马拿西那半支派 摩西早已经在巴山 分给他们毕业 这半支派 约书亚在约旦河西 在他们弟兄中 分给他们毕业 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 为他们祝福 对他们说 你们带许多财物 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 及许多衣服 回你们的帐篷去 要把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品 与你们众弟兄同分 于是 旅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从迦南的市罗起行 离开以色列人 回到他们所得产业的 激烈地区 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得为产业的地方去 旅遍人 加德人 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 加南地上 就在约旦河那里 住了一座坛 那坛看着高大 以色列人听说 旅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靠近约旦河边 在加南地属于 以色列人的那边 住了一座坛 全会众一听见 就聚集在市罗 要上去攻打他们 以色列人打发祭司 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 往激烈地区 见旅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又打发十个首领 跟菲尼哈同去 就是以色列 每支派的一个首领 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他们到了激烈地 见旅遍人 加德人 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对他们说 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 你们今天转去 不跟从耶和华 干犯以色列的神 为自己住一座坛 背逆了耶和华 这犯的是什么罪呢 从前 拜皮尔的罪孽 还算小吗 虽然文艺临到 耶和华的会众 到今天 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 你们今天竟转去 不跟从耶和华吗 你们今天既背逆耶和华 明天他必向以色列 全会众发怒 你们若嫌 所得的地业不洁净 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 就是耶和华的帐户 所住的地方 在我们中间得地业 只是 不可背逆耶和华 也不可得罪我们 在耶和华 我们神的坛以外 为自己住坛 从前 谢拉的曾孙亚干 不是在那 该毁灭的东西上犯了罪 就有愤怒降到以色列 全会众身上吗 那人在所犯的罪中 不止他一人死亡 于是 旅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 大能者神 耶和华 大能者神 耶和华 他是知道的 以色列人 也该知道 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 或是干犯 耶和华 愿你今日 不保佑我们 为自己住坛 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 或是要把 梵祭祭 平安祭 陷在坛上 愿耶和华 亲自讨我们的罪 我们这样做 并非无故 是特意做的 说恐怕日后 你们的子孙 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有何关系呢 因为耶和华 把约旦河 定为我们和你们 这吕遍人 加德人的交界 你们与耶和华 无分了 这样 你们的子孙 就使我们的子孙 不再敬畏 耶和华了 因此我们说 不如为自己 住一座坛 不是为献凡计 也不是为献别的计 而是为你我中间 和你我后人中间 做证据 好像我们也在 耶和华面前 献凡计 平安计 和别的计 侍奉他 免得你们的子孙 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与耶和华 无分了 所以我们说 日后你们对我们 或对我们的后人 这样说 我们就可以回答说 你们看我们列祖 所住的坛 是耶和华 坛的样式 这并不是为献凡计 也不是为献别的计 而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 我们绝没有在 耶和华 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 另住一座坛 为献凡计 宿计 和别的计 背逆耶和华 转去 不跟从他的意思 祭司菲尼哈 与会中的首领 就是跟他同来 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听见旅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人 所说的话 就都满意 祭司以利亚撒的 儿子菲尼哈 对旅遍人 加德人 马拿西人说 今日 我们知道 耶和华在我们中间 因为你们没有 向他犯了这罪 现在 你们就以色列人 脱离耶和华的手了 祭司以利亚撒的 儿子菲尼哈 和众首领 迪勒旅遍人 加德人 从激烈地 回往加南地 到了以色列人那里 便把这事 回报给他们 以色列人认为 这是美事 就称颂神 不再提上去 攻打旅遍人 加德人 毁坏他们 所住的地牢 旅遍人 加德人 给谈起名叫 正谈 意思说 这谈在我们中间 证明耶和华是神 嗯 在门上 在他身边 便宜 送出 石 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